好,回來了,希望大家幫幫忙點贊、訂閱和分享 今天是2023年9月30日 當年今天又要說說發生什麼事呢? 在日本發生了這件事 叫做東海村JCO臨介事故 就是1999年,在芝成縣那鵝郡東海村JCO核燃料製備廠 這是什麼公司? 自公司叫做鑄有金屬礦山的自公司 這宗核輻射事故是很嚴重的 為什麼很嚴重呢? 它是去到林階籍的 是很嚴重的 這件事是怎樣的呢? JCO這間公司承包了核燃料回收開發機構 高速增值的實驗爐叫上陽 裡面就加上核燃料 濃縮度是18.8% 油濃度是38克的油 每升有380克的油 它叫做燒酸油鹽這個溶液 它有160升的製造 它在當年9月 就去到28日進行油精煉的工作 在29日開始就用燒酸油鹽進行一次均一化作業 去到30號即是當年今天 這個轉換實驗樓的JCO工作人員 就把燒酸油倒進去沉澱槽那裡 這個很厲害的 它是補防禦裝備的 這個很有趣的 那個叫做燒酸油漆 就倒進去沉澱槽 那沉澱槽的燒酸油漆的容液 就去到林佳直 就觸發了警暴 去到林佳直即是甚麼呢 即是會有核裂變 即是一個在外邊的核反應爐 即是核反應爐的罩子 他不是的 他基本上就是 糟糕了 竟然是露天的核反應爐 大L鑊 倒進去那兩個人當然是死的 即是很嚴重的事 日本就發揮了他們最常用的東西 其實明明在今天早上10時35分 其實已經是出了很嚴重的問題 他是用了40分鐘 40分鐘的時間才上報給科學技術廳 說發生了臨界事故 還是可能而已 已經發生了 其實實際上已經是發生了 去到11點52分 救護車才出發 去 帶那幾個受到放射線照射的三個作業人員 結果是搞了一個多小時 結果是 然後 甚麼時候才叫附近的村民 發避難令呢 是去到12點30分 還有避難指令 是那條村的村長自己決定的 因為科學技術廳沒有叫人避難 所以日本 這些核有關的東西 都是狗流流吃地球的 就是開放式操作高動透明 這件事是很嚴重的 去到12點40分 即是過了兩個鐘鈴5分鐘 當時的總理 或者是首相 日本的內閣總理大臣 他叫小淵衛衫 他才收到事故的第一份報告 是隔了兩個鐘鈴5分鐘 好了 這件事 結果就要搞到 現場範圍350米內的住民 40戶的避難請求 叫他們避難 500米以來避難圈餘 10公里以來 就要在屋內避難 即是不要出來 然後輻射會搞到 接著叫住的人 停用那些換器設備 即是外面的空氣也有些問題 然後事故現場 周邊的軟度、角度 以及上盤自動車道 就封了 上自動車道就是高速公路 JR東日本上盤線 水戶到日立的區間 水郡線水戶到 常綠太子、常綠太田區間的火車 他們叫電車的 我習慣了叫火車 就停運了 接著自衛隊就有 災害派遣邀請 其實是隔了很久的時間才有相應的行動 晚上 到10點半就發佈 10公里以來 室內避難通告 即是要人們不要出街 到了第二天的4點 就解除 這個JCO的員工 其實他最初做這個 他根本沒有應對措施 沒有 而且 他沒有安全措施 有沒有做一些安全措施 沒有 政府措施的人 在核燃料回收開發機構 有政府措施的人 政府措施的人就說 你們不做 我們就會給你一個強制作業命令 這樣 看起來沒有差別 他們說 那你就照做吧 結果他們做了什麼 去處理了暴露在外的核反應爐呢? 就是他們那班人 十八人 兩人一組 每組一分鐘 把瓦氣注入沉澱槽 排出冷卻水 然後再倒一些鵬酸下去 就停止了連鎖反應 接著就可以了 這個中止射線就降到限制值之下 處理了問題 又發生到 事情停止了 就是那個反應爐 暴露在外的反應爐 是超過二十個小時的 為什麼會這樣呢? 就是因為他的舊動力爐 他在燃料開發事業訂單的 常陽用核燃料的過程 他現在說 他說的理由就是 JCO的工程管理不當 發生的 因為他做燃料加工程 他就沒有理會到 臨界事故的規定 他自己制定了一個操作流程 他正常的流程 他本來這個 油化物的粉末溶解工作 本來就是在溶解塔裏做的 但他不是的 這個JCO自己搞的 就是他在一個降制的水桶裡 用了油化物 他為什麼會搞到這樣 用了一個降制水桶呢? 就是因為 提高了做事的效率 根本就不跟著流程去做 他就把不同的硝酸油氣混在一起 他本來 這個工程 應該是用柱塔來做的 不過不是 他改了另一件事 叫沉澱槽 因為柱塔很長 理論上 沒有那麼容易產生臨界反應 但是這個沉澱槽 又粗又短 下面 就有一個冷卻水套層 很容易產生臨界反應 他完全沒有想到的 結果他一倒這個濃度18.8%的 硝酸油氣溶液 下去之後 溶氣周圍的冷卻水 就變成中止反射材料 那些溶液就達到這個臨界狀態 這個中止射線就大量放出 用這個降制水桶做事的那個人 他就說 我們將那些硝酸油氣 倒入溶解槽的時候 有藍色的光 這可能是歷史上 唯一有人看到這些臨界事故 對不起 歷史上應該不是這樣說 應該是 去到90年代 還有人看到這個臨界事故 是這樣的 藍色的光 你說是幸災樂 不是 我覺得很可笑的 就是 你本來有程序 你不跟 你自己當然是糟糕了 廠內被輻射射到的 就有213人 那三個就是超近距離工作 就看到藍色光 那這三個人都緊急用直升機 送去放射性醫學綜合研究所 那裡急救 有兩個人死了 一個叫大內狗 一個叫跳原理人 就是因為它超過致死數量的幾倍中止射線的輻射 大內接受了16至23西佛 這個條原就是6至10西佛 其實兩個西佛已經會死亡了 那多嚴重呢 就是因為 直接照射嘛 那麼 它全身有23對染色體 就全部破壞了 那全部破壞了 就是免疫系統 就徹底喪失功能 其實搶救了多久呢 兩個人都很慘 一個大內接受了83天療程 死了 條原就是221天療程 都是死了 另外一個受害者 叫做 橫川峰 他射到的就是1至4.5西佛的輻射量 但是他進入醫院的時候 那個白血球數就降到0 試過是 不過他沒事了 他接受了這個火粒性白血球 生長激素 以及骨髓治療 就沒事了 就在當年的12月20日康復出現 其實很嚴重 慘得不得了 這兩個人是怎樣死的 要再說一下那個大內狗 和條原李仁 他怎樣死的 他轉了醫院 轉了去東京大學醫學部附屬醫院 那裡 就給他做血幹細胞移植 但是大內 他很嚴重 那些皮膚 因為他接受了中指射線 的劑量太厲害了 是16至23西佛 那他 全身的皮膚都壞了 然後他接受了親屬皮膚移植手術 但是 手術後 他的皮膚細胞沒有再生 為什麼呢? 因為他全身的23對染色體 被輻射破壞了 所以輻射是很危險的 那他就... 那些皮膚是很快死的 那些皮膚一移植下去 就壞死掉了 然後 還有就是 他們本身染色體 的23對 都被輻射破壞了 那些幹細胞在體內 正常運作一段時間 就有強烈的排斥反應 然後 慘到怎樣呢? 就是 敗血症是急性的 還有一種叫做 MRSA感染 就是抗藥性的 潑尼西林 的感染 那些抗藥性的... 對不起 這個講清楚 不是潑尼西林 抗藥性的 黃金葡萄球菌 說錯了 對這個... 很多不同的 潑尼西林 也有抗藥性的 黃金葡萄球菌 現在講清楚了 他就... 感染 然後 多重器官衰竭就死了 那... Will Jung 留了言 他就說 東電10月5日 就會啟動第二輪 核廢水計劃 那麼... 他說他都深存 東電會不會爆一些技術性問題 或者醜聞 讓日本政府可以終止 派海計劃 很難的 這個我一開始都說了 他... 很難阻礙他 你只能夠 找多一些盟友 去幫忙 看看可不可以 做多一點點事 他叫他們不要再倒一些 核廢水落海 那... 嗯... 技術性醜聞就很難爆 老實說 有很多人敢住 你沒辦法 會有人踢爆這件事 就是我的看法 如果日本要終止排海計劃 我覺得是難得不得了 你只能夠盡力做 你盡力做是比較重要的 這是我的看法 盡量做多一點點 但是... 我的看法也是沒有辦法的 他們現在有超過... 130萬噸的核污染水 他們... 他們... 都要排排 其實就是 很難... 很難會叫他們停 還有其他國家是OK的 他們說你們沒有問題 日本這樣做是沒有事的 安全 他們有其他國家支持他們這樣做 很難... 很難改變的 好了... 來到這裡 休息一會 回來講講其他話題 休息一會 好遇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